他們一直拿槍指著你們 是不是 窄窄的居留室內 幾名男子堵住門口 因為外頭肯亞警方 和中國大使館人員 正想辦法強行進入 大喊我是台灣人 原聲拒絕 被遣送大陸的15人 推著門抵死不從 但肯亞警方也使出強硬手段 外頭企圖破牆而入 並使用催淚瓦斯 現場氣氛緊張 雙方僵持不下 除了原本已經被送往大陸的8人 現在又將帶走37名台灣人 肯亞政府也擋不住 因為中國是一央 他們已經擋不住了 現在要用熱水來潑他們 是不是等一下用槍來打他們呢 早上他打來 我就已經受不了了 就從頭上就跳水 在飛機上 這15個人關在拘留所的人 他們還艱鉅被遣送 所以肯亞的警方 試圖打破牆壁 我們感到非常的憤怒 也對中國大陸跟肯亞 表示嚴正的抗議 其實整件事 外交部閘在7號就接到消息 趕赴肯亞 但8號抵達時 發現大陸已向肯亞施壓 將8名台灣人以打擊犯罪的名義 強制將人帶走遣返大陸 雖然我方緊急申請強制令 但人眼睜睜看著人 被對方強行帶上飛機 強調橫向通報很密切 但從事情發生 馬總統隔天還附彭嘉宇視察 一直到11號消息爆出 陸委會一度撞曠位 直到下午總統才下通牒 要求陸方儘速放人 綠營質疑政府可以隱匿相關訊息 不過外交部反駁已經全力營救 家屬心急如焚 只希望趕快有親人的消息 記者是洪志李一璇台北報導 警察是洪志李一璇台北辰 是洪志李一璇台北辰